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亚军事频道的节目 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这节目的防御消息想和大家讲一下 英国和家海军的主力艦的发展 其中我们讲到四五营的防空体系的主力艦 我们讲到四五营,其实现在正在服役 但也要考虑他在来退役的时间 有什么接触的蓝领可以出现呢? 之前很尚尚陈尚就说 应该有一只叫八三型的,多功能的 除了防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多用途的一个蓝颊出现 指纹楼梯向,现在似乎有些方案出来了 亦都给大家看到八三型大概 无论设计或者实际的SPEC 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以及他要针对的目标 以及接下来他这个设计的好处 以及什么是怎样的呢? 我们今天都会和大家讲一下 另外也有些其他的方案 接触的方案就是如果 钱不够了,即假设 在狼中搜捷的时候又有没有一些应变的方案呢? 今天我们都会和大家做一个分析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帮忙给like 以及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今天一场我之前的就是Anson Heng 和大家渡河 讲一下英国最新的大型的驱逐艦的计划 Anson Heng,你好 你好,Larry Heng 说到T-83,即83型 其实挺兴奋的 因为83型终于可以突破上万吨的军舰 都挺肯定是一架很大型的军舰 我想某程度上都算是中国 即是他叫做大铃也好,突破也好 又回到过万吨的巡洋艦的历史 功能上就和以前的长人栏目起来不同 上面就全部都是大型很多坑的导弹等等 那83型呢?如果我们这样说 基本上是83型 接着可能我们又和零五做个比较 或者他在海上有什么对手 你怎么去看83型? 还有83型的标书方案是怎么进行呢? 其实这个83型的标书 应该有两大巨头造船厂 一间BAE System,一间Babcock 这个就是BAE System的设计 BAE System其实有一个优势 其实我那张单做给它 因为现在BAE System 拿了一张国防温度的单 就叫做FADS Stand for Future Air Defense System 叫做未来防空系统 其实这个项目包括了很多东西 包括了它的艦载雷达 包括了整个区域艦队防空指挥 和把这个Asta系列整合到这个Mk41那里 而这个交易就给了BAE System 所以其实BAE System 它一度可以整住这个FADS 同一时间再用FADS的进度 去发展它自己的830型的设计 所以其实BAE System 中这张单的机会度非常高 第一,第二就是BAE System 做大型军舰的经验技术 和船厂的能力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830是一个大型的军舰 其实比BAE System 这张单的机会度也非常高 所以变成BAE System 现在的设计也挺值得参考 现在BAE System 最新的设计 就是平时你看到四面上的波波 还有之前网上流传的一些设计 这波波波就是Samsung Samsung系列的雷达 本身就是Samsung II 在这个FADS的系统整合之下 就会变成了一个新的 都是FADS的雷达 这个FADS的雷达 就是BAE System 就是会将Samsung系列 和SPY7 SPY7的部分 这个部分的技术 是由BAE System 发展出来的 它就会用到那边的技术 去做一个新的雷达 就会安装在这个 830上面 你看到最新的设计 就不见到波波波了 就会看到美国的船 有一个平板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主动式电子 多频的雷达 而纜达 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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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排水量是13500噸 也很大 已经是大过莫斯科的 吨位数 已经是 上面就担数 112个Mk41的VLS 以及有32个C-Septer的VLS 为什么皇家海军 那么喜欢独立整个C-Septer的VLS 因为C-Septer明明可以 一坑四弹 扔下去这个Mk41的VLS 因为C-Septer本身的VLS 独立的话 它可以一次把32飞射出去 可能之间人家有一个 大规模的 饱和性攻击的话 就不用像这个 一坑四弹VLS 要中间的间距 那样射出去 那就不需要 所以为什么皇家海军 就很喜欢这样 要新的冷却 也要保持独立C-Septer的发射坑 上面再加6座FADS的雷达 也有很多座 前方的两个方位 就两座 每边一座 而这艘船 它就说 会有很多功能 包括有一个 反防空 反弹道导弹 反高超音速导弹 反卫星 反潜 无人机指挥船 和旗船的功能 什么都被塞在这艘船上 变成一个很豪华的配置 还有它声称这个FADS的雷达 可以跟踪和摧毁一些高超音速 10倍的目标 和一些低雷达可视的目标 都可以做到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做到 总之它说它的目标是这样 实物未出的 所以它说不能以为它可以做到 它是可能做到的 这是一个SPEC 那看看是否会摧毁 就看看之后的事 看看是否会摧毁 我们一看 它基本上是应对到掠海面的问题 可以面对到水底下面的威胁 接着就去到中空高空的威胁 甚至乎我们说到大气层 再回来的月内神掌 就是我们说到大陆导弹 它能够掌握到 这个能力就真的不算掌握很久 例如我们说4-5型 其实都是早一点的时间 它去测试 反弹到导弹的能力才成功 就是它现在就安装了之身 它的雷达 Anson跟大家说过 Samsen雷达 其实之前它要看 就试过A射B度 它的角色就是B度 美国的军船就是A射 它就射出了SM3 然后就由它的雷达去做导引 那就成功了 这个好像是2021年的事 是吧 很近的 CSC 它现在就直接自己都有弹 就不用靠人的弹 就是这个Aster 30 NT1 Aster 30 NT1 就是现在在之前Dragon 试过 接着现在在Defender 在Formidable Shield 成功试射了出来 就变成了4-5型 都有一个反弹度导弹的能力 之后在8-3型 它是一个更加提升 更加好的雷达 可能未来更加好的Aster系列的弹 而这个也说明 英国是不会放弃Aster系列的了 就算它是装Aster Mask 41 它可以直接买美国的standard系列 但它也不会买 它也会寧願付钱 把Aster塞进Mask 41 有很多原因 就是皇家海军觉得Aster系列 的末端的机动能力 是比standard好 第二就是 因为NVDA生产 NVDA是有很多自公司 有NVDA UK NVDA France 但每一间分公司 它都有整套生产的能力 英国可能可以自行生产自己的导弹 对英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也是想着 这些人是要自己去弄出来的 所以它就不会去买美国的standard系列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 本国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 一直都很重要 大家就当我们耳边风那听 也不知道是迷 和平时代是什么 到你真的见到乌克兰战争 你就知道 乌克兰自己做不到155mm的炮弹 你每次要求人 你就变成了 我们坏地说 很受制于人 其实很契逼的 你每天都求人 人家不让人骂人 有时候有些人都会说 乌克兰斯基也挺凶恶的 没有的时候 好像小孩叫玩具 没有的时候就在哭在骂 你就是这样 你没有说 你就要变成了整天都受制于人 幸好你是正义那边 而且今次你的对手是俄罗斯 你真是幸好 不然就挺麻烦的 因为俄罗斯很厉害 如果第二个 就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没有那么厉害 你英凡 都是白俄罗斯这么不堪 这就不用说了 但是大家正正看到 英国 他们有元件之路 其实这些老牌大国之路 你自己不能够 将武器的生产权 放在自己手上 你受制于人 你一摆上来 你很被动 对 很麻烦 大家都听到 八三名的配置 好像拍难手掌 终于是否很厉害 原本是八手的 他的预算 但是 不过 这个 BAE System 就说 以这样的配置 最多独手 可能和这个四名一换一 所以 BAE 就同一时间 拋了另外一个设计出来 就叫做Type 46 他就说 这个造价只是 八三名的四分之一 他就建议 可以 因为现在的 新一代 叫做Frigate 这个巡房缆 就是26高倍 31低倍 这样去处理 他都建议 其实驱组林 都可以这样做 驱组林 他扔了出来的设计 就是这个Type 46 它主要就是一架 六千吨左右的一架 驱组艦 它上面就是没有反潜 没有旗舰机能 没有无人机机能 没有基辅 它只有雷达和VLS 它连艦炮都没有 超便宜 它就是说 上面最贵的应该是雷达 雷达有两个可以 它就说这个雷达 可以配搭FADS的雷达 或者是SPY7 如果他看到这样的选择 应该相信FADS的雷达 肯定是比SPY7 如果你有钱 就可以用这个雷达 没有钱就用这个SPY7 上面基本上这个概念 就是没有腐腩的概念 是一个没有腐腩的概念 甚至上面可能可以无人设计 有没有机会 它这个设计 它只需要40-50人 就可以转到整架 哇 真的有点像我们说Zoomworks 我们说DDG1000 对 很像Zoomworks 因为Zoomworks很少人 70-80人左右 100人不到 所以它也是很 那架栏很大 就是说一万吨 一万吨 一万多的 Zoomworks很大 很大 但是又很少人 设计也迟到来 是 设计也迟到Zoomworks 那它这个呢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 就要转到之前的FADS整个系统 不是整个雷达 FADS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可以将全部舰的防空 可以统合到同一艘舰 例如就是说 我只要是一架的指挥栏 最主要就是一架八三营 那它主要就是 可以去做个指挥控制 就是说我可以控制 二三营 三一营 四五营 四六营 的导弹 它怎样发射 什么发射 射什么的导弹呢 就是由这一架的八三营 上面的FADS系统上面 去统合去指挥 而这个统合指挥 它决定什么时候射 射什么的导弹 怎样计算出来 就不用用人的了 就用一个AI的概念 就用AI去决定一个最佳的发射事件 和最佳的一个打击和拦截手段 这个变成是应对一些快的高显速武器 弹道导弹就非常之有用了 发行时间非常之短 同一时间就是将全部蓝的整合 就是说我一架蓝可能八三营 弹就只有这么多了 不过如果有其他的打击手段的话 那变成了它的选择多很多 那它成功就会大大提高 那它看回这个四六营这个概念 你可以当它是八三营的尿袋 就是说我八三营再弄大架就很贵 那我又没有那么多蛋坑 没有那么大架的船 怎么办呢 那我拖个尿袋出去 那就是说我后面再放64飞 的Mk 41 再加一个雷达 那你什么都不用做了 其他指挥机能 有道 我都做了 你只要带个蛋坑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方面就是那个概念 那它说会比较便宜的 那它就说如果以它的预算的话 就可以做一个6加6的配置 就是说六手的八三营和六手的四六营 那就可以变成了将它那个艦队的规模 放大 那么蛋坑也都加大 但是那些预算呢 就可以帮它控制那些预算 而皇家海军是挺喜欢这个提案的 相信是 也都是将这个提案 已经是给了这个MOD 去做一个讨论 这个是一个第一阶段的设计 它融入了一个玩法 这个是一个空军的玩法 就是Loyal Wingman 忠诚尿姬 现在变成了忠诚尿姬 那些就叫机器叫舰 那些舰呢 其实上面就摆了武器了 到议会的时候 你还没开炮发射 不过它还是没做到无人 如果你说它将来做到无人 就是这么大的舰 还有很多操作上的东西 就复杂很多的 我想其实最主要是维持 因为你忠诚尿姬 你去维护引擎 你可以回去基地 就是可能你飞一飞 你都可能飞几个月 就是几个小时而已 但是你可能 说真的你船 我说CH21 出海九个月 我们上面都有人 保持着引擎 是的 我想那堆四五十人 应该是保持维护 就是变成了 就是做营运 或者很多技术 要解决那些位置 那些都是 还有就是这样说 因为英国 它们现在有新的军舰 它又有新的武器 配备上去 令到它将来的防空 甚至乎对地打击的力量 它们现在可能就用这个 Tomahawk 去做这些对地打击 将来就有些更加劲的武器 就出现了 是的 那这个就是将来英国 或者法国联合出来 可能叫做Persias 或者叫做FCASW 这个系统 暂时都很复杂 那么它预计就是 2028年面世 那么这个program 就有两种弹 一种弹 就是一个高超音速反栏导弹 那就是之前说过 可能巡航的时候 是三马克至五马克 那么到最后会再加速 它是马克造影响 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超音速的 低可见度的巡航导弹 它就是用来 取代Storm Shadows 那我觉得 为什么英国一开始 给这么多Storm Shadows 给这个的乌克兰 应该都是清火的 清完火就可以塞这些下去 那这个好处就是 这两个飞弹 都可以放进去Mk41 那你看到英国 其实都已经新的舰 三一营 二六营 全部都安装Mk41 那将来这架的八七营 都会安装Mk41 那变成了它那个 任务的flexibility 就好了很多 就是可能防空也可以 反舰也可以 做巡航导弹也可以 所以就变成了 它的flexibility大了很多 那应该是它 之后想去的方向 因为你看到 如果英国和法国 共通用 就是Mkda 就可以打通了大家 你用了Mk41 基本上 就什么系统 都能够进去 所以就用这个系统 就带到不同 就是可以用防空 反潜 对栏 对地攻击 全部齐 很方便 而且其实放得上机的东西 就一定放得上栏 就是我们的看法 就是它唯一 我就纯担心它射程 射程足不足 速度那些我们都不担心 还有我想 备手飞弹给了很多 包括以前前期的数据 就吹得很大 我想在前期的数据 它们都很困扰了 但是也透过这些前期吹大了 这些东西呢 亦都令到他们的SPEC 精益求精 就是做得更好 就是可以飞得更快 就是可能原本呢 你不是说到吹到这么大 他们都满足的了 三倍音速足够 又五倍 他说不错 不是啊 现在要再快一点 结果就创造了一只怪物 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多得匕首飞弹 东风十七这些鞭策 他们本来想着 是 说真的如果没有匕首 没有东风那些 英国啊 美国都不会弄这个 雷射的防卫系统 那变了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假的程度 变了一些怪兽的东西出来 好事来的 好事来的 始终高估敌人好 比低估敌人 那变了你有充足的防卫手 和打击手段 就是一个很开次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 看看我的budget 那我相信budget的话 我看见到BAE 他这次给了这样的proposal 我想都是真的看着他的荷包的 那 和也都是 当然他都不想cut down 那他cut down 对他大家都没有好处 王家海君没有好处 BAE没有好处 那所以变了是一个budget control project management 这件事呢 变了他这次的counterproposal 他都做得非常之好 别人说要八三 我整够两架给你 那变了这个concept 我觉得是好事 还有四五营的教训 都给了王家海君发觉 其实六手真的是 真是bare minimum 就是说你不可以三 一个主要男的六手 真是bare minimum 你不愿意只有六手 所以 所以 真的不可以太少 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需要的东西 我想四五营的教训也很厉害 就是他可以连续两架跪下 你问大哥怎么办 六手 六手 两架跪下 有些人在改造 只有一架长期用 那时候他在CSG21已经很严衰 有一架回去 一架继续一次 其实就是要向别人借 不要说不行 你朋友多 那还好 但始终都要自己去处理自己 掌握国防等等的东西 对的 还有Anson你觉得他有没有像地产佬 地产佬他很喜欢 先给一层烂楼你看 一看完之后 再给你一个好楼你看 那你最后烂楼你不想的 因为有了一个对比之后 你就更坚定要买好的 那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地产计划 先给一个烂楼你看一下 这样的 你没钱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嫌弃一些东西 好的就是这么好了 当然是 你够钱我做到这么漂亮的830给你 没有钱就是你的426型 这样就一架尿袋 你看到除了防空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反蓝没有了 反潜没有了 直升机都快没有了 没有了 几乎都没有了 可以给你拍的 直升机 但你不要想着长期 一会就很飞走 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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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到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是有趣的 别人都挺尴尬的 做这些防空之外 都没得选 你还是选择830 还有我想英国这边的国防的开支 就是由Boyce Johnson开始 也是一个很开支 起码第一 英国有一个好 就是它坚守着NATO的2%的GDP的军费 第一 英国是保持到的 所以 接下来他就说 预算会再上调 就是那时候 Boyce Johnson说过 那时候卓维斯也是 应该是新卫城都没有 就是之前有说过 他也不会接的 那么 他是答应会去到2.5%的 就不会去到2.75% 去到2.5% 都够做 那绝大部分都给了海军 所以就变成如果你说下了海军 那就变成海军就得击了 所以 照道理 我想应该没事了吧 应该 我相信他今次给了两个 的东西去选择 其实4加4都 reasonable 那变成可用的 是多了的 那虽然是另一架尿袋 但是不过你必要时都用到 一拖二都其实挺好的 也不用想4加6的了 一定是8加3的 我觉得他这件事 都是地产经纪的那些 那你就太低估 这个皇家海军 那个荷包的深度了 他一定 我觉得6加6是很大机会 这么怕 我觉得很大机会 他现在都比美国的FFGX 是快的 因为你明显 你现在给了FFGX 是很 整件事好像是什么 又没得不做 但是又不是很想做 那就随便了 给你看看 于是前期呢 就给了个概念 大家看 然后看了那个概念 就是 哇,你不是抄零五五的 还要被人笑 哎,你又很差不差 你轮落到抄大陆的船 又被小粉龙串了一轮 那我们就说 其实都是交了功课 三年龙串 你就是要逼我 整个PPT 那就整个给你了 但是最后什么 没有人知道 其实 那会不会弄到星座蓝 那样呢 不知道 那会弄到什么 没有人知道 但就很慢 因为美国的Bird Class 还可以用 英国的45營 虽然还可以 但是皇家海关 对它非常不满 尤其是引擎 WR21 它做了一个PIP 那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火力不足 那它的火力不足 那它的火力不足问题 那你要事后 虽然它有预留空间 还没有Mk 41 但是不过 很出名的Mk 41 Gym 四五营的那个 那我想其实它也不想再搞它 多少皇家海关都说 2035年退了 我不会做延寿的了 他就退了 麻烦你大胆弄个八三营给我 我相信它也是把眼睛 吃了那些四五营的鱼下手面 所以为什么八三营 那么快出来了 就是应该就是 皇家海关都想尽快退了 那些四五营 因为真的是眼冤 就顶不住这个四五营 就是丢架了这个词 也是他们的Stigma 所以不是很想再看到这件事 所以因为美国这边 我们就这么说 它的阿里巴巴级的Flight 3 就叫做顶得下的 不过就没有空间了 没有了成绩空间 不会做到Flight 4的了 照看 包括它整个男用尽的空间 没有一些未来的配置 包括激光枪 激光武器 轨道炮 全部都没有了 全用尽 还有电力 因为它安装了新的雷达 Sky-6 巨民都用得很尽 电力 没有什么 其他的配置可以再做 就算激光武器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也尴尬的 所以Flight 3 其实它还可以用得 还可以用很多年 但FGX 都真的应该要推出一下 不过以我们所知 美国海军 现在他们比较 摆得头的project 不是这个 他们摆得比较好 是F-A-X-X 他们摆得比较好 他们觉得蓝在G 就比较重要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很恨这个超级大黄风 还有F-35C 而F-35C也不太开心 所以你会看到 他订的F-35C单仍然很慢 他换来换去都是换一个中队 甚至最尽都是两个中队 他不会换四个 剩下的两个中队怎么办呢 就是等到未来的六代季了 就是F-A-X-X填了那些违心之乎 所以你上来 C呢 C型就只有一支中队 其他全部都是F-A-X-X 就感到很久都不奇怪 不过我估计 如果又是波音中标 海军应该在那里闹 我希望他应该是另一些 例如Norvall Grubman 或者我们的Loki Marti 中标就好少少 你又是波音啊 你又是大黄蜂那些 大黄蜂那些project做下去 可能就会有点扭扭 所以其实那时候 大家看到Block 3出来 他们都不是很开心的 你看到Gildy 他们的CNO 就说我不会再订的了 于是波音现在说 我们2027年要收皮 这个线真的要收皮 好笑的 我们说的好笑 对工人来说是恶梦 就是无公开 所以有时的军工就是这样 有些人做得不好 石条C的陪你接 英国这边好些 英国我们建议 唯一是他的蓝载机 他将来的F-35B 现在是蓝载机 那他之后呢 我们未知了 你说会不会暴风雨改装成为 来的弹射型航母上面那一架呢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未知了 即是他未那么快说有蓝载型 他没有说过有蓝载型的 其实我觉得他突然之间 刚刚说过了 Project Art Royal 有机会是有这样的 因为他说明未来的蓝载机 其实也有机会是 会自己整改的 因为英国的蓝载机 就是美国的 然后再对上一代呢 就是这个Fanom 英国的东西 也要隔代的蓝载机 那可能下一代 就比较英国的蓝载机还未定 我想如果他没有办法就隔代 如果他做到代代 他都想在英国的 那我们就看看Tampus 有没有那个潜力 即是他可以做到蓝载机 那当然他的设计 有些东西要加强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好的 就是现在那些数码设计 什么Digital Sentry 即是美国那边就叫做 那真的是加快了一件事的 那还有那些气动外形 那些流体力量测试 又会比以前快很多 又效率很多 那所以就我想修改 应该会容易很多 那还有呢 不需要担心 就是那些 我们说的Material Science 那些 英美也是顶尖的 BAE也是顶尖的 那不需要担心 那些合工 就是合金的那些科技 哎呀 会不会蓝载机 强度不够 你放心 这些应该没有问题 唯一是美欧不够长 这些烏弄的东西 会不会在那裡 BAE也不像 好像Loki Martin 因为他少做蓝载机 他少做 你说BAE BAE BAE就没做过蓝载机 也有点害怕 因为你没做过就没做过 真的 他以前做过了 Fandom 但不过他合拼了之后 没做过 整合了 所以就是这些搞笑 不过我猜 经过了F35 应该都不会再有这些了 正流 所以其实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我们就再观察 就是看看 会不会 因为Tampus的进度不错 就是你看到 要钱有钱 要技术有技术 要技术有技术 那我们都祝愿了 BAE三营可以早点出世 早点出道 就是很多 拿来讨论等等 就对皇家海军的发展是好事 好 那大家也都记得 就是帮我们 就包括 按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你也可以 加入我们的patreon 会员频道的 助养军武老虎 那也可以透过例如 payme 或者转数快等等 支持军武器 好 那我们在其他 世界防御消息 还有呢 瓜囊战部在楼下再见 拜拜 拜拜